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未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竭尽自己 像他竭尽一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在这里来赞美你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在这里 是因为我们今天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 为我所亲爱的弟兄妹们 常常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起初就在你的恩典之下被拣选 我们的音信 更是可以借着圣灵 使我们经过主耶稣的宝血 可以得获你的恩典 成为你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赞美你 主 求主使用我的卑微的器皿 我这时候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求主用你的能力来复辟我 也复辟那软弱的人 我们谢谢你 愿主耶稣的名非高举 因为祂是那得胜的主 祂的名要传到地底 祂的荣耀要彰显在这地 我们奉主耶稣的圣经 阿们 我们刚刚听过的约翰一书 我觉得这个是父亲节的经文 因为他告诉我们 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真是祂的儿女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神的儿女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父亲节的由来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那个这个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叫杜德夫人 她在她十三岁那一年 她的母亲难产 遗留下六名之女 她的父亲威廉史玛特 成为官夫以后 她就在乡间农场 在华盛顿州 育养这六个孩子 包括一名刚刚出生的婴儿 1909年她吃世以后 她的女儿就是杜德夫人 在感恩礼拜 母亲节感恩礼拜 就想到说 为什么有母亲节没有父亲子 所以她就在那边 与她的牧师 还有在很多的这些 就是议员跟州长的办公室之下 华盛顿州在1910年 6月19日举行 全世界第一次的父亲节 然后在1972年 美国总统尼克森 就签署文件 所以这个日子就成为父亲节 是国定的纪念日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父亲跟儿子的故事 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 他父亲虽然很忙 但是他在半夜 不是半夜 早上四点叫他起来 带他一起去打练 然后他可以跟他一起谈话 父亲其实也不是讲了很多话 但是他很高兴 当然起先他是很不愿意 因为他每次要睡觉 睡到一半就被叫醒 但是一醒过来 他的父亲就给他好的东西吃 他们就一起去打练 那他们家里有家庭祭坛 一起来敬拜神 那每年有三天的时间 可以全家旅游 其他时间 他的父亲都在上班 那是个尹克医师 那这个父亲呢 尊重他的计划 因为很多时候 父亲是什么样 他很希望他就像他 那父亲从来没有跟他说 你以后要当医生 因为他小时候 其实是想当 那个 Mechanic Engineer 那他的朋友 他常常带他们到家里 他的朋友 去他们家的时候 他父亲就接待他们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所以到父亲过世以后 他那个朋友跟他说 我希望我有这样的父亲 那父亲在我的 这个是回到正题 这个是我的父亲 在我八岁的那一年 我去妈妈的房间 就是父母的卧室 去拿了一些钱 因为我需要那些钱 去买我的玩具 那后来当天晚上 我妈妈很厉害 就马上发现 然后你就带着我 跟我父亲 一起跪下来祷告 祷告的时候 我当然是要认真祷告 但是其实我听到的是 一句话是我父亲说 求你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好好教这个孩子 父亲为我先求神的赦罪 然后没请 从此以后 再没有偷东西了 孩子终于了解 什么是罪 所以我父亲从小就教我 怎么常常祷告 他以身坐着 他每个礼拜七位 给年轻人祷告 他那时候肾衰竭的时候 几乎是那时候 是没有什么幻圣的 没有什么希望 这个年轻人好像 就要这样等着 哪一天他的肾脏 真的不行的话 就要走了 但是他祷告了将近一年的时候 这个孩子的病居然好 他的医生说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的肾脏完全恢复正常 后来他就奉献成为一个传道人 后来父亲也为小儿麻痹 护健医院 就是儿童护健的家 护健之家建立 建立地区性的医院 这些事情祷告 神都一一地答应 可是在这个年轻人的病得医治 两年后 我的父亲生病 他得到确诊肝炎 治疗以后又过一阵子 又复发 但是在这时候 虽然祷告不猛垂听 他从来没有抱怨神 我记得他每次在病床上的时候 他跟我讲的就是说 要关心这个人 关心那个人 要听你母亲的话 等等 他仍然顺服 我记得我小时候是 特别是在高中大学的时候 是很迷失的 常常做他伤心的事情 虽然心里难过 但是他仍然仰望神 他常常没有祷告 西伯来书十二章 那边说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 又编达还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 你们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你有儿子的对护管教 生生的父亲 都是赞随即义管教 唯有万灵的父 就是我们的神 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我记得护神的管教 护神管教都是有公义与恩典 我大二那一年 我有一天 我记得我想去看电影 我就找我的一个body 我的朋友一起去 我们骑着摩托车 很高兴地就在路上的时候 忽然一个大卡车 就是那个货柜车 忽然向右转 就在我的车子的前面 我的摩托车刚好在他后轮的旁边 那他转过来的时候 就是向右转 忽然向右转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会看着要被撞了 神的恩典 我们两个都跳下摩托车 虽然摩托车毁坏了 但是我们的生命得以保全 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神带领我 显然他知道我还没有认识他 他还没有ready 要接我回天家 不离不弃的爱 在最后就是我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 带我回到教会里面 我跟利敏一起回去教会 我是一个浪子 浪子回家的时候 你知道就像那个 那个猪在地上 泥土打滚的时候很快乐 但是有一天 他看到镜子的时候 他知道 他全身是如此的误会 所以谢谢主 不离不弃的 带我回到家里 等一下我会讲一下 那个double rainbow的故事 希望有时间 那现在我们看看 谁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请举手 哇我们这里神的儿女 感谢主 我们历史上 称皇帝是天子 其实我们是不是天子 是天 就是神的孩子 我记得以前教会里 有一位格格 他真的是爱心觉罗 那个后代 他告诉我 这个清朝 就是爱心觉罗 是他们一开始 是怎么来的呢 他们是仙女的后代 那是非常的奇妙的故事 为什么天子 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孩子 为什么我们原来是神的孩子 为什么会变成浪子呢 因为这个世界变了 这个最从亚当入了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变了 但是因着我们的神的慈爱 与怜悯 我们回到神的家 路加福音 十五章说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互活 死而又得 这个父亲 就跟他的所有的家人 朋友就快乐起来 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 我们知道 在天上的神的事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那我们知道 在愿怨福音 大家都很熟悉的经节 也是我很喜欢的经节 我们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今天如果在这里 我还没有认识 我们这位神的 今天就是你的机会 今天神要对你说话 祂要赐你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不是从血气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当我们接待他 我们让他掌管的时候 顺服在他的主权下面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神跟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关系 可以看到父子的关系 神的心意 他告诉亚伯拉罕说 到明年这时候 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那时候 亚伯拉罕已经年迈 亚伯拉罕也是 觉得自己不可能生一个孩子 但是他们后来就生了以撒 那在这个以前 创世纪十八章讲到 神要去 就是神的死者 要去索多玛 这时候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索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 他把他当作他的朋友 他觉得他要做的事 就是要把索多玛灭掉 不能瞒着亚伯拉罕 他一定要告诉他 因为这个是 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而且罗德就在那边 他说亚伯拉罕必成为 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 所以要因他得福 亚伯拉罕 就在神的保守之下 但是在他生了 以撒以后 孩子渐渐长大了 要实验亚伯拉罕 这件事情 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 有些人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这个是亚伯拉罕跟以撒 那旁边是有一只羊在那边 那就是神要亚伯拉罕 带着以撒献祭 就是把他献给神 当作祭物 那亚伯拉罕就马上 做这件事情 带着以撒 到了第三日 亚伯拉罕把换祭 采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这个换祭的财 就象征着那一天 主耶稣要背的洗字架 自己手里拿着火一刀 于是两人同性 那以撒就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那个献祭的羊羔 就问他父亲说 我以采都有了 但羊羔在哪里 亚伯拉罕说神必预备 他们到了那个地方 亚伯拉罕煮好的坛 把菜摆好 把以撒放在坛的台上 拿到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 神的死者就阻止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 天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不可害他 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 不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 观看就看到一只公羊 他就把公羊献上 称那个地方 就叫 他把那个献祭的地方 称为耶和华以乐 因为耶和华必有异非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 一个好的榜样 但是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榜样 另外一个是 这个是不好的榜样 因为这个很不幸的 祭司以利 他的两个孩子都是二人 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他们把主肉 好像叫他的仆人去擦了 然后放在他自己的罐子 把这些肉都收取到 放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后来这两个孩子 就在那个非利式人 来抢去约会的时候 他的两个孩子 就被非利式人所杀 沙默记上第二章说 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他跟你以利说 你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这个也是神要提醒我们 如果你尊重你的孩子 过于尊重神 他说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 彼得雅各跟约翰 他们看到耶稣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 很像日头一样的光亮 然后衣裳洁白发光 忽然有摩西伊利亚 向他们显现 所以彼得就说这里真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永远住下来了 我们有时候看到 这个神给我们 好像特别的同在的时候 我们是真是想说 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 不要下山了 他说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你 忽然之间 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这时候有声音 就是从天上 我们的父神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他说我所爱的 我所喜悦的 他跟耶稣的关系 是密切心灵相通 而且他们常常在一起 在创世的时候 他们就在一起 在那创世以前 他们就在一起 我们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耶稣会有这个感动 把自己献上 成为我们的救赎 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 他对他父神的爱 使神的圣洁 公义可以彰显出来 第二个呢 他对人的爱 使我们跟他 可以一同成圣 他是神所喜悦的 他不但了解 而且遵循神的旨意 完成创造和救赎的大功 所以能够跟神 同悲同喜 同心同喜 所以我们要听他 他要我们听他 因为他是 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教会是 Trinity的Church 我们要认识 那三位一体的真神 就是圣父圣子跟圣民 他将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耶稣基督的 而且他要与他 同享胜利与荣耀 我们回到刚刚念的 那几个经节 就是在耶稣基督说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想一想 天父赐给我们是这样的慈爱 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在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创造天地的时候 最后创造了人 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造男 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要管理这地 要管理所有这些 以海里的 以空中的地上 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里三十一节 说神看着一切 所造的都甚好 你如果看创世纪 在前面他讲的都是 他看的是好的 但是他创造人以后 为什么说 他所造的都甚好呢 因为在这个另外一个 看Tamerate Bible 这个Bergen说 上帝看了 感到非常满意 看到他所造出来的 他非常满意 你想一想 你第一次看到你的儿子 或是女儿的时候 你是不是感到非常快乐 非常满意 你的孩子 刚刚生出来的时候的样子 虽然是长得很丑 但是你感到非常满意 有没有呢 撒加利亚看到 施洗约翰的时候 他也是感到很喜快乐 然后撒加利亚就可以讲话了 第二个就是 他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 天父是用真道生了我们 在雅各书第一章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 不要看错了 这个在 New English Translation说 这里当然不是只有弟兄 他说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卑的恩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重光之乎那里降下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 他不像这个宇宙的光体 我们这边有科学家 我们知道 Cynthia跟Casey都跟我们讲过这些 他不像光体改变方位 或因运转而产生变幻的影子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患物中 好像出手的果子 所以耶稣说 人不是从水和圣灵 就不能尽神的果 我们如果是原来像我们父母生下来 我们从若生生的就是若生 将来本来要死亡 但是因为耶稣 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们接着看那个 我们刚刚念的约翰一书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天父 要我们认识基督 要长大成人 要像他 所以 让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 在真道上 就是 un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 然后认识神的儿子 这里说认识 认识这个英文叫做 full knowledge 我们要完全的认识 认识神的儿子 然后要长大成人 我们要 mature 不是本来 圣经上告诉我们 本来是吃奶的吗 我们如果是吃奶 一辈子吃奶就没有长大 我们要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就是 学基督的时候 就要像基督 然后 那等到那一天 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 这个长成人就是说 我们有 unto the major of the stat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整个 基督长成的生命 就是要完全像他 为什么会完全像他呢 我们是 当我们得到洁净的时候 当我们那天看到主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我们要完全像他 所以说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 就洁净自己 我们是有这指望的 我们是圣人 所以我们要洁净自己 洁净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会向他 天父要我们与他同心 就是说 神要我们是圣界的 在一切所幸的事上 也要圣界 比如前书第一章 圣经 在阿摩斯书第三章 他对以色列人说 在地上万组中 我只认识你们 因此 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 主要追讨那罪孽 但是他要因为 耶稣基督的宝血 因为他的身体 为我们破碎 让我们可以得到 这个罪的圣灵 除去我们的罪 把我们穿上一个新人 为我们就成为圣子 我们要是 为父神同心 怎么能够同行呢 这个二人若不同心 也是讲到夫妻的关系 二人若不同心 怎么能同行 所以 神要我们在家里 也是像基督 与教会的关系 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那天说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父神同心的时候 你祷告的时候 第一件事 想到的是什么 你要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我们是愿意 顺服 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常常想到说 为什么是这样 但是我们最后 愿意顺服的时候 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凡是出于神的 我们就 莫难不已 我们就愿意顺服 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你要尽心 尽心尽益 爱与主 你的神 最后 讲到 像他捷径一样 因为我们要是不能捷径 我们怎么与神 同行同行同工呢 天父要我们与他同行同工 一起奔走这一条天路 现在就可以与他同行同工 你若在六十五岁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在六十五岁之前 他也是生而育 但是你在最后 他的三百年 跟父神同行 而且被神取了去 他是被神直接带到天上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给我们的大使 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就是 我所奉护 神所教训我们的 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都要把你的这些 就是你带到教会里面来 他们虽然已经教训他们 就是靠着神 给我们的教训 他给我们经过这个时间 无论是从圣经上来的 或是从你生活中 生命中来的 你都要教训他们 所以常常 我们最主要的教导 当人土训练的时候 我们是 要是不能 把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 我们没有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软弱人 但是我们 如果主的生命 我们不是靠着自己 乃是可以 把那个生命的道 交给我们的 提摩态 最后 我要回去 那个Double Rainbow 大家有没有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Double Rainbow 那时候看到这个Double Rainbow 不是像这个 而是这个Double Rainbow 是这样 中间是Overlapped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说是在我的儿子Alex 他生病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因为他的舅舅 刚刚在前几天过世 他听到他舅舅过世了 像他是非常的伤心的 他的舅舅是在飞机 在往台北飞的方向 在飞机上 一个航空公司 跟我们说是 他忽然心脏病发作 他当时就过世了 那他就很难过 就睡不着 一直睡不着 就有一个朋友 就给他药吃 就是说 这个药可以帮你睡觉 后来他吃了以后 就开始有一些反应 他就打电话给很多人 很多人说 你悔改了没有 你信主了没有 你是不是 已经接受耶稣 你个人就 因为莫斯已经到 后来他就被带到医院里面 因为认为他是有 有这个 illusion 幻想幻听 甚至这些思想 好像 好像就是 drug addict一样 那就被 急诊室的医生认为 他是drug addict 送到那个精神病院去 跟drug addict 要去给他 就是要给他 把他药戒掉 因为 跟他在一起的 不但是有些 而且有些 是那个 有精神分裂 而且 有些是 就是在那边 自认为 自己 自己就是神的人 在那边 我记得有个人 走过的时候 他就在 跟我说什么 那是什么 所以我一进去 那个医院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让我感觉不一样的 就是 这里有很多的 黑暗在那里 我看到了 是有很多的 黑暗在那里 所以 我就马上跟那个 医院的医师说 我要带他回家 因为他不是drug addict 那他们说 因为他有这些 他要继续住院 医生建议 在三个礼拜 而且给他用最重的药 吃了以后 他根本就是走路头 好像走不动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 那我要带他回家 怎么 要一个听证会 要一个法律代表 就是 法官的代表 还有医院的代表 全部一起来 还有你的孩子 一起来 然后才能做决定 那我们就说 好 那我们就要求 要做这样的hearing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回去以后 我就请我家人 所有的这些 特别是我的家人 有些牧师师母 就请他们 一起来祷告 那第一个事情 我记得 我妹妹给我的 就是一首歌 就是 那个神的爱 不离不弃 我就 放那时 我歌来 听的时候 我真是听了 心里开始 感动 我在继续听的时候 真是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因为我知道 神的爱不离不弃 最困难的时候 我好像不能做什么 说 他的爱是如此的 不离不弃 所以 我就在这时候 向他认罪 让他 求他的恩典 而且为Alex 求他的恩典 为他认罪 然后 我们在 那一天 我们去hearing的时候 很奇妙的 他本来是 用的很重的时候 他走路 都觉得 好像有困难 而且 思想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那一天 他很清楚 当那个 judge的代表 问他说 你要跟你父亲 回去吗 他说 是 我要跟他回去 他做了这个决定 而且他很清楚 会来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 带他回家 当我们带他 回家的路上 他还跟我说 Daddy 我们是不是 已经在天堂了 你说 是吗 我们是在天堂 但是我们到了 hotel的时候 我记得 hotel的 这个窗帘是关起来 所以我把窗帘 打开的时候 看到 double rainbow 神说 他的恩典 永远是够我们用的 他的恩典 正是够我们用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相信以后 其他人可能还没有认识 是 但是在这最后的一段 我们念完之后 我们会唱一首诗歌 有时候好像 这个世界好像 把你 blindfolded的时候 blindfolded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失去方向呢 Even if sometimes I'm blindfolded by the word I can hear this is the way walk in it 每当你偏左 或偏右的时候 你必须听见 后面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中 最后 我要给做父亲的弟兄 或家里的领导 一个经纪 在哥林多签书 十六章 十三到十四节 这个 这里说 你们不要警醒 在真道上 站立得稳 要做大丈夫 所以说大丈夫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man of courage 要刚强 还你们所做的 都要凭爱心而做 一方面呢 要刚强壮胆 在真道上 站立得稳 但是每一件事情做 我们做大丈夫的 不是marcho man 是要凭爱心 行事 就像我们的主一样 每一件事 都是凭爱心而做 第二个呢 是给做属灵的父亲 特别是我们教会有 那些带领主日学的 有长老 有知识同工 要帮助这些 还没有成长的 小弟弟小妹妹 给做属灵的父亲 中心能教导人的 或是协助属灵的父亲 这个意思是说 任何弟兄姊妹 能帮你协助 那些教导人的时候 你要记得 这个经节 在哥林多前书 16章第10节到11节 若是提摩泰来到 你们要留心 提摩泰可能就在你旁边 你们要留心 叫他在你们那里 无所惧怕 叫他在你们那里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 这个Young Christian 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批评 觉得他的 就是在灵里面的学习不够 而且他很喜欢 发表 有时候甚至 刚刚兴起以后 我们开始会 用圣经的话语 来批评别人 或是他有时候 也是非常忍弱 有时候甚至跌倒 但是你要叫他 但是你要叫他无所惧怕 你不可藐视他 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 帮助他 让他平安前行 想想谁是放在你身边的提摩泰 这个提摩泰 可能是弟兄 也可能是姊妹 你要爱他 要鼓励他 要帮助他成长 这些人可能就是教会的领导人 可能你自己就是一个提摩泰 将来你就是我们教会的保罗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 我们的心体都要改变 我们会像他 我们到时候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无可自在 这个是我的女儿 今天送给我的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他还说 Happy Grandfather's Day 因为这个上面 这个是我的孙子 叫Ashton 下面这个是我女儿 当他结婚的时候 我跟他一起跳舞 很清楚 Happy Father's Day to all of you 我们最后要唱回应诗歌 在这个唱诗歌以前 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诗歌 诗歌英文 原文叫 It is well 我心灵 我心灵得安宁 我心灵得安宁 他这里说 有时想平安 你江河 平又稳 有时遇悲伤 是浪鬼 有时候真是重担压心头 有时候真的是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站都站不起来 但是不论何环境 我以蒙主 我心灵得安宁 这个诗歌 写诗的人是一个人 人叫做 史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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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坐船 那横过大西洋的时候 他们的船撞到冰山 那船就沉下去 只有他的太太被救起来 所以他的太太给他 送了一个message 就是说 safe alone 就是他自己的 只有一个人被救起来 他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难过 在主体里面 他真是力不能胜 但是他的信心 使他顺服 后来他的事情办好了 他要坐船 与他的妻子会合的时候 在船走到他的孩子 在那个地方沉下去的地方 圣灵感动他 他就写下这一首 我心里的一体之味 但是他写下来 他并没有 没有扑 三年之后有一个 叫做Breece Breece 对他扑了这个曲 Breece是在 那个Moodie Moodie那时候 做船道的时候 有一个义兄 叫做Alexander 他在书哥上 有很大的恩赐 后来Alexander就接Moodie 做了船道 他与这个Breece一起 在很多的侍奉上 就是宣教的工作上 一起来做 这个Breece有一天呢 他其实坐火车 坐火车要去一个地方 这个火车出了车祸 整个翻车 整个火车 那个车厢都烧起来 那个时候 大家都说赶快到 赶快 他是可以逃掉的 在那个时候 他很轻易地 可以跑出去 可以逃掉现场 可是他发现 他的妻子 被火车压住了 怎么样 救的就没办法 就是拉都拉不起来 所以他最后 做了一个决定 他就拉着他的妻子的手 跟他一起 他们两个就躺在那里 躺在那里 他们跟他 跟他妻子两个人 在那边 他们就是在这时候 想到他那一首诗歌 因为他那时候 带着这个诗歌 就是要去做传道的时候 那个诗歌 就成为他最后想到的 就是他的心里 已经有平安 有安宁 我们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也想到 这两个人 真是 一个是顺服 谦卑顺服 一个是完完全全的 充满了主的爱 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这个歌是从生命中 出来的一首诗 而且是用了 六个人的生命 一个Specford的四个孩子 这一对夫妇 他们一起 可以到那里 见主面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 是得安宁的 在开始的时候 我想请KC长老 为我们唱第一节 那你要不要带我们唱这首诗 我思想平安 不叫和平有吻 有时与悲伤四郎滚 无乱和万劲 我一梦遮阴导 我心灵灯灵 我心灵灵灵灵灵灵 我心灵灵灵灵灵灵 пох�lares 大海水来浸 同时连水来浸 难过要却又带我去 你可以记住 我望着无人走 就为我留保险 留住我 我望着无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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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逐渐 好藤山下也 我如初再来明 愿主在我心里等你 我心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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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认识主 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 我就要问你 是不是你愿意 今天主在这里 向你说 我愿意你来认识我 你的生命 变成 不一样 有一个丰富的生命 你要改变 你所有的这些软弱 你的苦难 我都已经替你担当 那一天到来的时候 你要亲自看到我 你的形象要改变 你要像我一样 而且在今世永生 你都可以与主同在 你现在愿意接受 耶稣做你个人的救助 我记得 我在小时候 我是去教会 但是我并没有完全不想 但是 等到我回到主的 家的时候 喜乐真是 就好像 那个浪子一样 看到他的父亲 我是不配 但是 父亲 却为我摆设原习 他用了自己的生命 换来我的生命 他用他自己的保血 使我成为圣洁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愿意接受这个主 做你个人的救助 你可不可以举下手 可以为你祷告 感谢主 您唱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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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歌就是 您唱第三节 你歌就是 今天主就成为祢的父亲 主 我愿意感谢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 对那刚刚举手的 当然要是跟我们今天的献上感谢 你知道你的拯救已经开始 你的灵雨它同在 你的爱充满它 你的圣灵要带领它向前面走 以后在任何时候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告诉他这是真理要行在其中 赐给他丰富的生命 与你同行 因为你要成为他的主 你要称他为你的孩子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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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